打开水龙头水终于来了 前一天一整天停水 没做生意 老板很无奈 不然就整条路都风起来 要怎么做 据说他们说 他们不了解说 那里有一只那么大的水管 就没办法就休息而已 台中市水利局 在东区金武东路的污水工程 挖断自来水管 造成中章地区大停水 长达三十六小时 二十二号上午 全面恢复供水 但有些地方水压仍不足 三个多月以来 水利局已经三度挖断自来水管 分别是去年十一月 在台中市北区影响十六点五万户 十二月换成大理区 有十二万户停水 这个月二十号 东区又挖断 影响中章地区二十万用水户 水利局它可能工程也多了 我们还在大家的想起来 坐下来好好去了解说 他们的路线 跟我们的环线的交叉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有待自来水公司与水利局 好好检讨改进 否则动辄大规模 长时间的停水 严重影响到民众生活 大爱新闻 张国的尿学信 台中报道